各位现场的来宾以及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亚婷 欢迎收看功力好力哉 我们都知道沿城区是属于高雄较早开发的地方 商业发展非常的繁荣 那如果你要来到这边买饰品或是买南北货 或是吃美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沿城区两位在地的里长 来跟我们挖掘沿城区独一无二的好特色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与会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沿城区陆桥里的里长许梅娟 欢迎里长 大家好 我是陆桥里里长许梅娟 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紧接着呢 我们来欢迎新乐里的里长林富田里长 里长好 大家好 我是沿城区新乐里的里长 谢谢各位 那我们知道沿城区的特色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陆桥里的里长 请跟我们介绍一下陆桥里有什么样的人文特色呢 我们陆桥里的北屋社区原先是台铁的机械厂 那我们在民国67年的时候改建为北屋社区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的北屋社区里面三邦主居多 我们的商店大部分都分布在大人路 富野路跟建国市路 然后因为在早期沿城在繁荣的时候 我们的商店 田丹街的商店林立 可是因为现在人口外移的关系 现在的商店都骤检了 那我们的特色是我们里内有一个民国54年设立的一个大人传统市场 我们还有在宗教方面我们还有五五圣殿 三清道院还有保安宫 世召会还有威灵宫等 我们在餐饮方面呢 我们也有远近十名的阿宝仪综合茶 还有我们的那个鱿鱼肉羹 还有我们香醇又好喝的我们的郑先生的手工豆浆 还有一个蓝天鹅能饮 都是相当不错的餐饮选择 是那我们听到里长介绍那么多关于陆桥里的特色 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教一下那个里长 关于陆桥里呢 是不是他的名字叫陆桥里吗 是源于大公陆桥是吗 对 是那可贝可请里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大公陆桥 虽然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被拆除掉了 那历史的痕迹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 是我们的大公陆桥是建于西元1934年日据时代的时候 是高雄市的第一座桥梁 也是第一座钢筋水泥混合的一个桥梁 我们在这跨越了高雄西陵港线的铁道 然后连贯古山区跟沿城区的主要要道 但是因为我们的陆桥里也是因为大公陆桥而得名 那我们大公陆桥把我们的陆桥里一分为二 就好像牛郎之女一样摇摇相望 我们常常这样子笑自己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大公路桥中间我们也有寒冬 寒冬的话是有人车通行 但是常常是成为治安的死角 在那边也常常会有抢劫或有科药的问题 那又因为大人市场是早市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车辆来往 我们都紧靠着大公路旁边的这条不到六米的道路进来 那常常有时候路边停车呢 也会车辆要汇车很不容易 然后我们里面也曾经发生过几次的火警 大型的云梯车都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还好都没有造成多伤害 只是说我们的里面的生命财产会有受到威胁 那就是在2008年台铁火车停驶的时候 我的父亲也是承认三街陆桥里里长水勇 他认为说既然火车已经停驶了 他的历史责任也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多方的奔走 在里业务汇报他也提出了陆桥拆除 的一个建议 然后几经波折 我们在2012年陆桥顺利拆除 在2013年1月16号也完工通车了 那目前陆桥拆除之后 我发现感觉我们陆桥里 好像柳安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景观不断变漂亮了 而且我们的物价也赡养了 然后流浪之女也大团圆 几十年后也大团圆了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物价在上涨 所以其实陆桥里以后是一个非常看好 有前景看好的一个社区 然后有时候我们陆桥现在拆除了 有陆桥里面在问我们说 陆桥已经拆除了 以后你要叫什么李了 我也是感觉我们要叫陆桥里 有什么叫陆桥里 因为陆桥对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存在的价值 再者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在这边居住的年轻人 我们的世世代代都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陆桥 大公陆桥在这里陪伴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公陆桥的一个怀旧 以及跟记忆的留存 是 我们了解李长 跟我们交代一下 就是那个有关陆桥里 它的命名来源是源于大公陆桥 那我们之前也有去看一下 就实际看一下那个大公陆桥 它被拆除的状况 然后也有听李明说 现在拆掉了那个大公陆桥 他们的房价整个都涨起来 对那个李明有非常好 不管是减少了治安的死角 也增加了一些环境的美观 那接着我们就问一下李长 就是说大公陆桥它旁边有一个 就是它是旧的西陵港线 为了就是那个铁道所以建的那个陆桥嘛 那它现在已经改成一个叫做自行车步道 那可不可以请李长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们谢谢那个我们高雄市政府都发局 在这边规划了这么好的自行车道 那个我们往南 我们可以通到博尔社区跟珍爱码头 还有可以到孟时代 我们往北可以到左营 自行步道不但提供我们里内 就是全家的跟李明互动的一个油气的好去处 而且以后我们里内也会有一个轻轨 在10...2008年 还有一个轻轨 就是在108年啦 是 会有一个轻轨站 所以说以后我们陆桥里的生活机能 相当的不错 是 那它现在那个自行车步道是 就是目前就是使用的情况是如何呢 现在是蛮多人不是只有我们沿城区 就是古山那边也会有很多人来这边 就是利用这个步道健身 是那我们知道那个自行车步道不仅是让那个整个 陆桥里的周围景观更加的漂亮 然后也提供了一个民众 一个很好的休闲的场地 那我们紧接着来问一下那个新乐里的里长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新乐里有哪一些人文特色呢 我是新乐里的里长林富田 现在我把我们新乐里来向各位报告一下 新乐里从我现在说就是地理环境 新乐里日据时代是沿城区五丁木 那么东边以大永路跟光明里遥遥相望 那西边呢以赖兰街跟赖兰街为界 那么跟中原里以及赖兰街在隔壁 那北边呢是以大永路为界 我跟那个赖兰街为界 那南边是以五五四路为界 所以我们新乐里成一个田日行 那么我们新乐里总共有 现在有十个林 那么林果树是一千零两位 我们的副树是四百零二副 那么我们新乐里啊 百分之八十都是经商 其余百分之十几都是公务人员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小吃部啊 这个所以我们新乐里大部分的都是以经商为止 那么我们新乐里啊 这个人文的品质啊 因为大家在经商啊 所以对这个环境卫生以及教育方面啊 我们都做得不错 那可不可以请里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 那么我来介绍我们新乐街 其实是全国最有名的银楼街 民果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啊 大约在民果七十年代是最鼎盛的时期 为什么是鼎盛的时期呢 因为民果六十年代的时候 美军在越南越战的时候啊 他都到七泉山路来度假 所以整个圆城区在从七泉山路 那么就延伸到新乐街来 本来我们新乐街啊 这个银楼业啊 大约是十四家 那么民果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增加到三十四家 是 尤其是我们 那个开放大陆探亲啊 那一段的是最鼎盛的时期 听说那时候金价非常的好对不对 对 有很多人买 大陆探亲为什么是生意最鼎盛的时期呢 因为我们一些这个我们的同胞啊 从大陆来啊 他们要回去探亲啊 多多少少都买一点美金啊 买一点那个饰品啊 买一点金子 还有所有都买条金啊 回去送给家乡的朋友 所以那时候可以说是圆城区 也是我们新乐街这个银楼业啊 最鼎盛的时期 那么新乐街呢 不只是银楼街 早期六十多年的时候啊 也可以说是百货业 高级的百货业啊 那时候因为进口的这个样品很少 所以集中都是在我们的新乐街的百货业 包括 包括银楼包括福寺 包括我们的百货 包括五福寺路的这个皮鞋 都是集中在新乐街 尤其我在这里强调 我们圆城区的金融中心也是都设在新乐街 对银行非常多间嘛 没走几步就看到一间银行 新乐里啊现在有三商银 就是第一银行 那个华丹银行 张外银行 还有东边我们的更大永路是有远东银行 在北边呢是有这个大众银行 在西边是有三信 所以我们现在新乐里啊 总共有七家的这个银行 还有合作金库 还有合作金库 所以整个商业及金融中心的 可以说集中在我们的新乐里 是 那我们知道那个 延城区是属于比较开发比较早的部落 那现在那些就是商业非常的繁荣 虽然店开了很多 那现在目前的生意如何 可不可以请理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因为我们新乐街啊 本来是一个很鼎盛 很繁荣 而且很热闹的这个一个街道 它不只在新乐街 也在延伸到大永路 大圆路 五福路 那么为什么呢 最近这个我们的延城区啊 因为人口的移出 人口的减少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 一些的事业啊 都比较萧条 尤其是大同百货公司啊 它兴起的时候啊 把整个我们的延城区 尤其是我们新乐里的损失最大 整个这个商业啊都带动到这个大同百货公司啊 所以啊 因此现在的大新百货公司啊 六十年的历史啊 就关门了 这也是牵涉到我们整个 延城区这个商业的发展啊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啊 我们政府要重视啊 因为我们的延城区啊 这个在原文品质 我们在治安方面 我们在环境卫生方面 我们的延城区 不管是哪一个里 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啊 我们政府啊 应该要多多重视我们的延城啊 我们的延城早起发展 那么现在渐渐的没落啊 这个都有一点原因啊 也希望我们政府来带动啊 当火车头 来带动我们这个 在住在延城区的居民啊 来共同在创造我们延城区的第二个村 谢谢 是 那我们看到延城区有那么多的商业发展哦 虽然是比以前可能有一些差距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也希望说延城区之后的发展 可以越来越好 毕竟那边设了那么多银行 他们也是看到那边是有商机的 所以才会在那边设那么多的分行这样子 那我们接着来请教一下 陆查理的里长 像是那个 像李明啊 延城区算是比较老旧的部落 那李明要怎么样住得舒适呢 然后从小到水沟通不通 大到经济的发展 可不可以请里长来问我们说明一下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是旧社区的关系 我们里内的沟渠 大部分都会在二三十年 处于年久失修的情形下 那因为我们在尤其在大人路二二乡的部分 有卖小吃 那小吃他们没有做有水分离 所以基本上那水沟的造化非常的严重 然后再加上年久失修水沟破水的关系 那在偶尔一次我们在清水沟的时候就发现说 水沟破水有可能会影响到 当地居民的房屋有可能会地基流失 然后可能会造成倾斜的问题 所以目前在大人路二二乡目前正在施工当中 也在近期会完工啦 我相信说在这一段时间 可能至交通黑暗期我希望李明多一点包容 如果我也深信 当这个巷子做好之后 将会是沿城区最漂亮的一个巷弄 那像因为那个巷子 它有非常多的居民住在里面嘛 那如果说开挖了之后 他们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出入嘛 那所以里长也是希望说他们赶快完工 我当然是希望说包商赶快在这方面 把我们家庭赶工 然后兼顾品质 然后速度快一点 因为影响到当地居民的居住型的安全 那除了水沟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呢 那我们知道新乐里的里长在那个商店街 也有铺那个大理石的地砖是不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我们新乐里啊 有铺新乐街 还有沿城街 三十六项 大永路九十九项 大永路一百一十一项 为什么会铺这个大理石的这个大理石呢 原因是牵涉到我们的所望相助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大理石的这个街道 因为我们有抓到这个抢集犯 那么抓到抢集犯以后啊 以前都有一种奖励 为什么奖励这么多呢 原因是破案 我们新乐里成立选手队以后啊 有破一次的这个抢集犯 当场逮捕这个歹徒 所以当初的民政局长王局长 他为了要奖励我们啊 所以李长啊 李长啊 李他跟我说 我他要穿出什么 我说我穿出这个小区的建设 行得的建设 所以我以前的王局长 就答应我说好你说 他家我就把这些小匠 因为我们整理好水 所以用台地石的在破 破台地石后啊 也可以说是全国所创 哇全国所创 所以这个巡索队成立啊 我们两个李啊 每次都是代表演成区 参加全国性的所望的享受比赛 我们两里啊 我们两里啊 这个比赛啊 每次就是冠军的 我们两里啊 在那个高雄市的地方啊 我们的贡献很大 其实啊 我都要感谢 我们这李长啊 我们带火车头先来带东 来成立这个巡索队啊 可以带东地方的安全 来照顾百姓的安全 让大家都很平安 啊其实 我们严谣保 大家都非常平安啊 因为我们严谣保少 每一里都成立了巡索队 国立 国立啊 因此呢 可以说 我们严谣保的治安非常好 我们严谣保的环境卫生非常好 我们严谣保的人文秩序非常高 我在这里说 我们跟北区比较 因为我们的人文秩序真的败得 里长强力推荐 我强力推荐 我们的人文品质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严正区是宜居的高雄市第一名 我敢这么说 这也是我们感谢我们的李长来带东的 是 我们感谢所有里长的努力 那刚刚那个里长有提到那个巡守队嘛 那是不是也请那个许里长来分享一下你们里内的巡守队 因为像那个林里长的巡守队非常特别 是在每个路口设一个像小房子的 像屋子的东西嘛 那个是刚典的 对 然后有一个人坐在里面就很可爱的那个造型 那他其实也有肩负一些社区守望的功能嘛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许里长来分享一下 我们里内也有巡守队 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里内的大哥大姐排班 然后我们到六点会巡逻到十二点 都我们的巡守队都蛮进食的 他们都会去按时 按班去巡逻里内保护里内的安全 是齁 我们都知道那个各个里长对于里内都有不同的努力跟贡献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是不是来请教一下 两位里长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对里内未来的规划 我们先请那个林里长来为我们聊一聊 就是未来的里内规划 对于里内的规划 我个人是因为要整体的在规划 不是这个主要规划一个里 因为我们沿路区的早期发展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严定保的人口数有八万块 流动户口有七万块 所以早期我们严定保在留这个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是刚才二县堆的堆定 所以我对这个提案跟这个人口数我很重视 早期严定保在留这个时候 可以说我们严定保人口数十五万块 那麽供应该加一个三十二万的人口 我们严定保就占一半 我为什么的老人 当初就是生理幸福 大家好贪心 尤其我在做生理我也知道 我会当时要吃饭 没时间贪心 那时候的时间是怕你不贪心 不是没时间贪心 现在是不一样的 现在做病了 所以要发展地平要整体性的规划 我刚才就说 要规划 就要拜托我们的恐守 我们的企父来做飞车头来带动 而我们地平的八成就会配合 尤其很可爱的就是我们严定保的国民 大家人文所信非常好 所以我今天就再三呼吁了 重视沿城开发沿城能够让沿城有个第二个村 谢谢各位 好我们听完里长的介绍 我们是这个品池里长来介绍一下 就我们路桥里而言 未来在推动规划方面 我分为三个部分 交通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路桥里是属于社区型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停车阁是一味难求 所以说又加上现在高雄市政府 我外脱掉很严重 其实目前我们里内的居民 这民怨士奇 说实在现在那个生活已经不是那么好 停车问题一直都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我会请交通局 在里内多规划一些标志跟标线 然后我也会拜托 我也想拜托高雄市政府 在拖掉业的方面 是不是可以 因为我们是住家型的社区 大部分都是居民 所以说我是希望说能够尽量减少拖掉的次数 因为不像说他停在外面 会影响到严重影响到交通 基本上我们居民回来就是已经就休息下班时间 不要说下班时间再来拖掉 就是说让我们里长本身压力很大 然后里民的怨声士奇 然后在建设方面 我比较会着重在道路的铺平跟水沟的重建部分 因为现在好雨 睡觉好雨常常会造成灾害 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在环境方面 除了我们志工的努力 我要在这边邀请 呼吁我们陆桥里民 大家一起来做环境的整洁 因为靠少数的力量是很小的 如果集结我们陆桥里所有里民的力量是无限大 所以在这方面 我要要求我们陆桥里的里民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我也要拜托这个国产局 在我们里内有两个空污的部分 能够定期来消毒 因为跳蚤还有登革热的疫情在延烧 我是希望说能够国产局在里内的空污空地 能够来做一个清理 做一个消毒 目前都发局接管的那个西林管线 我们有一道围墙是在我们里内 我是希望都发局 他能够做一个全面的规划 就把它做成一个艺术墙也好 或做其他的想法设计都可以 就是不要让他放在那边斑驳不堪 这样如果你把它做一个设计 这个让步道运动的人 能够驻足来围观 来光散 然后不但运动的人 赏心悦目 然后也能够彻底改善我们陆桥里的 就是脏乱的部分 像我记得之前那个西林港线的围墙 是不是也因为台风它有青岛 对对对所以有青岛 所以基本上也是怕压到我们的里民 如果可以的话 能够积极地去思考这一块 看怎么去做 两位里长都对里内非常的努力 那我们是不是也给两位里长一个掌声 来谢谢他们对里内的努力 那我们今天的《公里好离灾》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